日本是中国一一带水的林邦 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往 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朝 在日本 要想寻找到日中两国交往的历史痕迹 并不太难 从东京到福岗 几乎在每个城市 人们都能看到一些遗迹 让人想起 曾在那里留下过足迹的中国人 2006年9月 我们牧林摄影队 来到位于日本西南 九州岛北部的福岗进行采访拍摄 吸引我们的是福岗以西 博岛湾上的一座小岛 这座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小岛 名叫智鹤岛 岛上的金印公园 就见证了中日两国上千年的交往历史 沿临海的环岛公路走到南志河岛东侧 路边立着的一块高近十米的白色石碑 引人重目 这块碑上就刻着 汉尾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几个大字 石碑旁有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此处是发现厚瀚光武帝 授予奴国使者金印之地 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之地 映寿传来至今 历史一千九百余年 显立于此地 眺望博岛湾和玄界湾 遥望当年和中国大陆之交流 不由唤起我们新的感慨 这里说的金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日本的天明四年 即公元1784年2月23日 有位农夫在赤鹤岛上开挖田间水渠时 偶然挖出了一枚金印 上面用英文传输着 汉尾奴国王几个字 公园内面向大海的地方 摆放着一个仿制的金印模型 上面书写的汉指的是中国汉朝 唯是对日本人的旧城 奴则是当年以福岗为中心的一个小国家 明治时期以后 这颗金印被指定为国宝 1954年再次被定为一级国宝 现在这枚金印收藏在福岗市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 在中国的后汉书中 恰好记载了这样一段事 建武中原二年 窝奴中奉共朝贺 使人自称大夫 窝国之吉南界也 光武帝赐以印寿 这件事便与日本发现的这枚金印对应上了 印证了日中两国从公园57年前就开始了友好交往 金印公园中的另外两块石碑也很引人注目 其中一块是在1980年3月福岗市和广州市 结为友好城市时落成的 碑上有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杨尚坤写下的题词 带水横沉 两世相望 友谊永恒 另一块石碑上 镌刻的则是著名诗人郭沫若手记的七绝 诗中写道 战后频传有一个 北京声浪四银河 海山云木昭香吉 市井霓虹入夜多 怀旧信间交似时 逢人弹剑梗生窝 此木收获将可以 永不从操室内歌 这首诗是他1955年访问福岗市创作的 但却是时隔18年后在1974年冬天书写的 顺着山路向上爬 在一个梁亭下有一幅大大的古代地理方位图 据说也有一些历史了 设计者把中间的大石块作为金印公园的基点 并在周边用许多小石块标出与基点有关的重要城市 如大石块西侧的不同方位上 就分别标明了 北京1400公里 洛阳1600公里 广州2020公里 这幅特殊的地图特别标明了 汉、窝、即古代中国、日本的方位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由于福岗是最早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的日本城市之一 自古以来 它就是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和亚洲其他国家交流的窗口 如今 在这里生活的华人仍有近两万人 其中留学生约四千人 福岗所在的九州岛与本州岛之间隔着关门海峡 这是日本的海上要道之一 本州最南端便是夏关 也叫马关 海峡对面便是门思港 关门海峡这个名字就是从夏关与门思中各取一字而成 横跨海峡连接本州和九州的便是关门大桥 这座大桥全长1068米 高于海平面61米 它从1968年开工 花了五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建造完成 总花费达300亿日元 于1973年11月通车 大桥桥头有高达143米的料网台 被译为西日本第一高度海峡梦塔 关门大桥和关门海峡是这里的意境 游人们俯瞰大小轮船在海峡中穿梭往来 眺望汽车川流不息 驰越关门大桥 自然会被这种壮观雄伟的景象所吸引 这个海底下 这个是这个潮流 这是极流啊 这是一个极流 那所有的这个从外国来的 还是日本内海的客轮 货轮一定要经过这个 这个关门海峡 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 然后这边呢 我讲是历史上 这是很有名的这个 这个日本人呢 他们都是知道这个原品核战 这死亡的好几万人啊 不过 对中国人来说 来到这里会有另一种特别的感受 这是因为一百多年前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就是在这里签订的 这个在当时清朝的末期有这个发生一个日清战争 完了以后 我们中国输给输了以后呢 就在讲和 这讲和的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的脚的底下 这里有一个地方呢 现在日本叫做村坊楼 这里面就是日清讲和纪念馆 当时中国代表李鸿章过来 在这边谈判 现在这个地方还留着 让人家参观纪念 纪念让人家参观 站在关门大桥下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那曾经屈辱的一幕 1894年10月到1895年3月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总理大臣李鸿章等人 于3月19日抵达马关 第二天开始与日方谈判 几经曲折 李鸿章甚至遭日本浪人枪击 左脸下擦伤 血染官服 他被迫签下了中日讲和条约11款 即马关条约 这份条约使日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实际利益 凭借马关条约获得的暴力 日本一夜之间暴富 加速了工业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 并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 马关条约签订22年后 一位后来也当上了中国总理的年轻人来到日本 他就是周恩来 从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 年轻的周恩来在日本待了不到两年 却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有千年古都之称的京都 从中国来的人几乎都会把蓝山作为京都必到之处 因为这里有一块特殊的纪念碑 这就是著名的蓝山周恩来诗碑 诗碑上镌刻的是1919年4月 年仅19岁的周恩来写的诗句《雨中蓝山》 《雨中两次游蓝山》 两岸仓松夹着几株鹰 到近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雪绕时照人 潇潇雨朦朦胧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欲见娇岩 人间的万象真理欲求欲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欲见娇岩 时隔60年后的1979年1月 京都各日中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联合倡议 成立了周恩来诗碑筹建委员会 当年4月16日 由廖成志首书的这尊诗碑建成 诗碑背面刻录着倡议立碑的 数十个日本各界友好人士 和日中友好团体的名字 其中的诗碑筹建委员长 吉村孙三郎 当时年届95岁高龄 诗碑左前方还握着一块小诗碑 上面的日文意思是 表达世代友好心愿 在渊源深远之地 建立伟大人物周恩来总理诗碑 由日本人倡议 在日本风景如画的旅游圣地 特意辟除一方圣徒 为中国人修建一座永久性经验碑 这在旧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充分体现了日本人 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和尊重 也从另一个方面 展现了新时代日中友好关系发展的态势 在年轻的周恩来来到日本学习之前 另一位同样姓周的青年周树仁 也在日本留学 后来周树仁以鲁迅之名 文明天下 如今 来到东京的中国人 大都会到鲁迅先生描写过的上野公园去看看 亲身感受一下他曾描述过的那种景象 上野的樱花烂漫世界 望去却也像飞红的青云 遗憾的是 我们木林设置组到日本拍摄时 正是盛夏错过了那个樱花烂漫的世界 这儿是上野公园 每年的四月第一个礼拜 这个樱花就盛开 大概是七天的时间会碰到礼拜六跟礼拜天 那他们公司呢 老板会叫职员 然后父母亲叫大儿子 带草席呢 跟来这边抢地盘 然后礼拜天一大早 父母亲带孩子 老板带他们的职员呢 就带一些那个便当饮料 甚至带卡拉OK 在树下就开始唱歌跳舞 然后呢 那个这个所有的 那个整个日本的这个全部都是 一碰到四月开花开花的时候呢 他们不止上野公园 整个日本所有的赏樱的地方 反正有樱花树的地方呢 就是树下一定有日本人在 在树下喝酒吃饭唱歌 这是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传统 是大概一个礼拜 从花开到花谢呢 前后只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花谢了以后呢 它就是开始长叶子 这个整个都变成树叶 花就已经就没有了 但是樱花的种类有一百多种 他们日本人所谓赏樱 叫做一种叫做吉野樱 这花扮演比较小 带白色的 这片公园内栽种了一千三百多棵樱树 花开时节 飞风吹过 犹如降下粉色的樱花雨 充满了诗情画意 1873年之前 这里原是德川幕府的家庙和一些诸侯的私底 1873年改为公园后 它成为日本第一座公园 也是东京最大的公园 面积达52.5万平方米 上野公园 受中国园林的影响到处都能看出来 如布忍池 也叫西湖 是原古海的遗迹 在士丁时代 成为现在的形状 池中种植着青丽的莲花 常常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水鸟鸭子 等在这里嬉嬉 使人们写生观鸟的好去处 由于当年的上野是日本江户时代的门户 曾是文化和商业中心 因此 这个公园也被称为史迹和文化财物的宝库 园中处有德川家灵庙 东兆宫 清水堂 西乡龙圣铜像等古迹外 还有博物馆 动物园 水族馆 牡丹园等 让人目不暇接 上野东兆宫 是江户时代 幕府将军 德川家康的大名 藤堂高虎 在宽永四年建造的 入门处的实质建筑 大鸟居 古朴庄严 主路两旁 排列着 诸国大名捐赠的95座石灯笼和195座青铜制的灯笼 宫内的堂门 择殿 本殿 等都已成为园内的重要文物 任何一个中国人走进日本 都会在不经意间看到与中国人有关的东西 并记起某种复杂的情感 日本与中国历经了上千年的交流 如今 两国间的经济 文化 旅游往来 相比以前更为密切 回顾那些历史留下的遗迹 人们不难看到 在日本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 那种美好 友善的愿望 保存得最为长久